据塔斯社近日报道,叙利亚防空部队对外表示,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大马赤格郊区和库奈特拉省发动了火箭袭击。 袭击的目标总共有五个,有一部分被防空部队击落。 但是即便如此,也让叙利亚内伊朗的军事设施和仓库遭到破坏。 同时续防空部队也表示,这次的袭击和以前有所不同。 以前以色列袭击,都是以色列空军从黎巴嫩领空,发动导弹袭击。 而这一次的攻击方向,却是位于西南方向的戈兰高地。 过去的叙利亚,如同一盘散沙。 美国、俄罗斯、土耳其军参与其中。 这时候以色列在其中浑水摸鱼,实施军事打击。 确实没人来管,也没有这个能力管。 但是现在的叙利亚,正处于和平程序的关键时期。 尽管是有小的冲突发生。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,俄罗斯和土耳其,都不希望战争持续下去。 除此之外,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访问俄罗斯,与俄罗斯方面也就叙利亚问题达成了一致。 至此,介入到叙利亚的美俄土三国,都支援助叙利亚的和平程序。 但是这时候的以色列,依然在一如既往的袭击。 无疑是对三个国家的挑衅。 那么以色列方面,为何要对叙利亚境内,发动军事打击呢? 其实这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。 一方面,以色列和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,本身就是对立关系。 以色列在中东战争时期,占领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。 至今没有归还。 以色列早都想推翻阿萨德政府。 甚至在叙利亚战早期还支援过叛军组织。 只不过最后失败了。 以色列对叙利亚地区发动军事打击。 并不奇怪。 而另一方面,当初叙利亚政府为了抵御如日中天的叙叛军, 寻求了伊朗军队的支援。 导致如今的叙西南地区,依然存在住大量的伊朗驻军。 而以色列和伊朗,本身就是死敌。 敌人跑到家门口。 以色列不动手才奇怪。 当然,不管以色列对叙利亚动手有什么理由和动机。 在如今叙利亚的关键时期, 以色列的这种行为,无疑是在公然反对叙利亚的和平程序。 而且它的这些动机, 不一定就要通过武力来解决。 比如伊朗驻叙利亚军队这个问题。 相信不需要以色列来解决。 土耳其和美国都迫不及待想要解决这个问题。 以色列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。 现在却与美国的态度截然相反。 足以见的以色列的态度之坚决。 但是伴随助续防空部队的不断升级。 以色列所能够造成的损失,也在不断减少。 以色列想要依靠军事手段来达到它的目的。 明显是不可行的。